25歲大陸蛙王秦海洋 去年風光奪下市井賽 男子蛙式三項目金牌 雖然今年巴黎奧運出師不力 個人項目沒 游出一枚獎牌 但人與隊友拿下混合式接力金牌 成績不俗 以陽光男孩形象代言接不完 如今被自稱是他未婚妻的女子大爆料 不僅劈腿 還在當軍人期間性交易 我做的事情我永遠不後悔 首先你作為軍人的時候 你千不該萬不該 不該出軌不該嫖娼 軍人是不允許嫖娼長小姐的 你就回答我承不承認就行了 對吧你承認 丟出兩人對話 羅音檔甚至還不露臉 開直播表示自己真的忍無可忍 更爆料秦海洋全身名牌 都是自己買的 就連送給粉絲的紀念品 也是自己出的錢 他身上穿的LV胖丁 衣服鞋手錶全是我送他的 就是我親手給那個粉絲 寄的禮物有簽名照 有那個押韵會的 面對種種指控 秦海洋工作室發聲明駁斥 表示全不是事實 要大家不要散播謠言 不過這份聲明被大陸網友質疑 為什麼不像其他藝人聲明 大多都會改公司章 質疑是否真有公信力 陸媒更爆料 這一名爆料女子是企業家 與秦海洋是姐弟戀 曾贊助商的身份 定秦海洋頒獎 相關話題登上微博熱搜 也讓秦海洋陽陽光男孩人社 一系崩壞 記者特報道